我把你们的感情问题 人家有个男生 我已婚 已婚的你太后吗 那算了那算了 咱们今天只谈论艺术好吗 来吧舞台交给李克妙 我们拭目以待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文艺界的中老艺术家们 在一块开了这么一个学术研讨会 首先站起来第一个发言的 是马三丽 马老 我认为啊 郭特康的 跟他那个搭档 小于谦啊 跟这孩子有关系 这于谦谦捧根捧得不错 捧得好 我打算给于谦 给这个于谦 给他叫过来 给我捧根了 马三丽说完了 坐下了 旁边范伟非常激动地站起来了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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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没等说完呢 旁边温星雨 老先生站起来了 啊 我说你这个至上个 就不要说话了 啊 让文先生给拦下了 但是范伟呢 很不服气 怎么地 怎么地 哎 我今天好了 我能想跑了 我能踮步 我踮步 我踮步 我能大跳 我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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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鹅到黑天鹅 温龙鹤经验全场 笔合标的组舞又有怎样的效果 民族舞与现代舞穿越时空的同台PK 孟克棠与王荣俊奇 谁将在本轮取胜 来我们听一下排派怎么说的 孟先生 这回没唱 刚才他这段模仿 模仿了众多人物 而且穿成是一个故事 穿起来说 这是很吃功夫 模仿这些老前辈说话呀 模仿他们的语言呢 还是要越简单越好 点道而已 就可以了 谢谢 吴老师 我这方面不太懂 我觉得他学得挺像的 有几个段 闭上眼睛听跟真的一样 哪位老师 可以看出这个男人很有心计呀 就是他故意让着那个女选手 明显的是收拾 有点好 我这种情绪有点好 我这种情绪有点好